两个石头仙是我的 我八万块钱卖给你一个 这个也八万你要不要 这像不像双胞胎两兄弟啊 这本人 很像的啊 两兄弟真的是两兄弟 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刀啊 刚小杨联系我他跟我说他有两个啊那个摆件料比较不错叫我来看一下 就在这上面啊 到了吧 小杨 那我都不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我用刮过来的 就是摆件 摆件对两个摆件 你刮过来的吗 这个的话直接摆一度 怪装的 这个是这个 这是铁龙参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吞过铁龙参啊我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好吧 我们一个个看嘛先看这个大的 摆件料怎么这个 应该是 还可以啊白件挺好看白件的话挺好看那这料子呢他做白件是挺好看的我们看见没有他的形状就属于一个 其实啊我们算他是啊打登看一下 但这种料子我跟你们讲 嗯 种水一般啊他不是什么好的种水啊但是就是说他主要是这个形状做摆件好看 这第一点第二点啊这里的还有牛皮壳吗 磨弯鸡的料子啊 磨弯鸡的料子啊然后这个料子他主要来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形状啊 看一下 主要就是做一个起始的形状摆件 也可以雕刻就像这种料子 这料子我给你们讲为什么肺是 这种形状的就这样子你们看一下他绿不绿蓝不蓝白不白的啊去做料子就在他 浴化的过程中 没有浴化好知道吧 然后这边我们注意看其实他是白肉啊看到没有 然后白肉呢这上面啊有带飘发呢这些地方都是有带飘发的 然后这一面呢他就是浴化的过程中浴化在蓝水 他没有浴化好啊就是说就好像西瓜一样的他没熟就被挖出来了啊 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包括这边来看没有他都是没有浴化好的 但是料子做摆件的是确实天然纯天然的摆件大自然给的东西啊确实是可以的 主要嘛还是看看价格了啊因为这个料子他形状还是不错的 其实怪状 这属于怪状的啊 这样摆看一下 那这样摆也可以摆啊 但像这种料子嘛价格便宜都可以玩啊因为他跟 别的不一样因为他肿水差了知道吧那如果肿水好就会更好 摆着雕刻一下就更好啊我之前有收一个怪状的 但是被我一个大哥买掉了啊 这先放一边吧 这个就是 铁龙参啊 铁龙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其实铁龙参跟甘青呢他是不一样的 铁龙参你这样自然光去看啊来看见没有 他就是这么绿啊那看到没他就很绿的 那但是他这个绿的过程中呢 来 进入垃圾点他这里有黑点看到没有 那他这一点一点的这个就是黑点 然后呢铁龙参压灯呢他多多少少会有点水头看到没有 他会有水头当然好的甘青他也有水头啊 看到没他这有水头 但是 铁龙参跟甘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记住啊第一铁龙参 色比较厌 懂了吗就你自然光去看他绿色的很阳很厌的 但是呢就是水头比较偏短 然后呢他这里面啊他有黑点这个黑点在里面也是有的知道吗 其实铁龙参怎么讲呢 应该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缅甸人刚挖出来的时候哇天龙参啊其实天龙参 讲的就是满绿知道吗 用他们缅甸发翻译过来就是满绿啊 然后呢他们就说因为是满绿嘛那 那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绿色的翡翠是最值钱的知道吗 那像什么总水量在八十年代那时候都不值钱 对吧 那那时候呢铁龙参其实刚开始发出来之后然后 抛了光之后他没有光泽度然后 没有被市场认可但是九十年代之后 为什么说铁龙参在市场上有受欢迎呢 因为他是一个被一个香港珠宝商人啊 他是一个香港商人 然后把铁龙参买回去之后啊 就像这种铁龙参买回去 他把它切得很薄很薄 然后把这些黑点全部楼空的把它挖了出来进行雕刻 然后雕刻之后来进行一个 薄金啊或者说黄金啊进行把它镶嵌起来 那因为他很薄嘛那打灯就要透了嘛对吧 那打灯透了之后呢那就好看了哈 好看之后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但是他的价格啊跟色料的价格相差很远 知道吗 但这个料子呢做摆天也是好看的啊 那因为他这个形状 复杂啊 因为他这个形状呢 转个圈就在慢慢转个圈给大家看一下那形状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看一下 所以呢 去玩料子啊 包括不管是铁龙生也好干净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买这个料子 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两块 两块放一起看一下 这个双巴胎是 双巴胎一样 高度也差不多嘛 对吧 高度是差不多 大小差不多 你把那个绿色那里面 最洋的那里面 白兔呢 这面 对 你来看一下啊 这像不像双巴胎两兄弟啊 但就是说场口不一样嘛 然后结合他的这个 颜色不一样啊 就你这样吧 看来 这样本人 挺像的啊 两兄弟真的是两兄弟 挺好这两个其实做一对摆天也不错的啊 放着吗 OK 那刚刚也说了嘛 这两块料子啊 其实 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在哪里 价格 对不对 把窗帘拉着嘛 没事的 拉一点点就行了 你再拉多了 等下高点了 他做这个是我的话 因为说底价嘛 他给我的 我一直做东西我也不会操作 我也不会弄 他说直接给我说8万块钱 他直接发过来的 是 他也是我的老朋友 他还是 破的话 经常送这个料子是你朋友的还是你的 我碰用的 你朋友的 对他 我就是说你应该不会玩这种料子 你这料子只是要做摆件的 8万块钱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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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8万 他居然说 那如果卖了这个白卡是他给你 你还是我给 这货的话我都 不所谓了怎么说 我也没有做过 说实话 更好的话 我去那边拿的话更好嘛 是不是生意就是 可以 可以吗 但是我可能给不到那么高价 因为这是百件料子 而且 这个料子种水偏差 说直白一点 它就是个形状 我说好听一点 它是翡翠 说难听一点吗 这个就是个 好看一点的石头啊 但是它是有翡翠的那个结构在里面啊 所以这个料子 我可能只能给到个 万马块钱 1万左右 但这个铁龙生啊我可以给的稍微偏高一点 因为铁龙生嘛 再怎么样它是属于绿色的又是属于翡翠系列嘛 那这料子可能给到2万块钱左右 实际是他们给的家我看的是 偏高了一点 偏高了一点 这个栽子我一步很糊涂 但你要说这个8万 如果说是你你会不会买的 这个 这个的话 不好说啊 不好说 实话实说嘛 比如说这两个石头先是我的 我8万块钱卖给你一个 这个也8万你要不要 这样的话有嘛 你也知道的 就是在 财务那边 就是有地方合适是吧 就是公主那里合适的话 白一下 但是没有合适的话 我知道 不是不合适 这料子做百件的合适 但就是说这个价格不合适 8万的话 高的话 有点高 有点高的 就是你自己都觉得高的 你不要说我了对不对 那我们买下来还有性价比 所以说这个料子 我可以给到你个 2万块钱这个 可以给到个 一万多一点 就这样的 我是不拉架的 我两个拉架就没意义了 对不对 对反正我能给到就这么多 你朋友能不能卖 我给他问一下嘛 不会嘛 可以的话也是 找不可以 我发现最近料子好贵啊 不是现在这个情况了 现在要怎么说 货这个 我们要开嘛 现在他们一直拉架 嗯 这种拉架 然后他们 还要送过来货 那就好谈一点 嗯 他们一直就这样想办法了 嗯 现在一直做货 我也不说了 你买不买 我也 不说了 然后这段时间还要去货要到 嗯 说过来这边搜一下吧 可以 我跟你讲我最近年就看了几个 你们缅甸人的货啊 他们说的都是过几天会有货到 对 然后呢 有些人因为货的 货运问题嘛 有些人在涨价 是的 在炒这个价格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你们炒价格是炒不起来的 炒不起来 因为中国的市场啊 对嘛 就是这个料子 它流通性至少还有几年 我大不了不买你的 我去市场淘嘛 是的 所以说啊 为什么其实很多人 也有问我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我们不去市场淘 反而要去老免家里 我告诉你们 有高货的老免啊 他把料子不会放在市场 不会知道吗 第一不会让别人天天去谈价 第二 减少他 什么说 他这个是 这是一个规则 市场去败的话 人家都看到了吗 你知道 价格也不败了 这样吧 好吧 这个反正我价格摆在这里 就这个价一万两万 好吧 就不多说了 我估计他也不会卖 他既然给你都说了 八百一万两万估计他是不会卖的 估计我不会卖的 不会卖啊 没卖没关系嘛 反正也当然看了 包的话不包了 我们给他问一下都可以了吗 好 可以反正能不能你跟我说了 估计是不可能的 好吧 好吧 那我先过去 你辛苦到了 联系我 可以 那行 这两个料子没收啊 应该价格谈不了 好吧 因为那个做百件嘛 万百块钱 那铁龙生做百件嘛 差不多 两万块钱是可以拿的 那个料子 百件的都漂亮了 但他不会卖 好吧 那行 那我们今天就先记录到这里 有喜欢刀哥的 或者说想了解更多 匪处专业知识的点赞关注加热研咱们下期视频再见